好 我們這裡有一個Boss 然後有一個球 我們一樣要複製成8顆 然後把它對齊到頂點上 但是這次比較特別一點點 我們希望做的結果是這樣子 下面4顆球的軸心在上方 上面4顆球的軸心在下方 所有的球以軸心放在Boss的8個頂點上面 所以上下的軸心都會進行改變的 好 那怎麼做呢 如果是我 我一樣會稍微比較偷懶一點 我可能先修改軸心再去複製 來 我打開FTP VODE ONLY 然後對齊我自己 假設我先放在上面去好了 來源是軸心 目標是最高 Z軸 套用 OK 關起來 再把它對到我這個點上去 對齊 那這個點應該是 來源是軸心 目標是最小 X 套用 Y 套用 Z 套用 OK 所以就好了 對齊 這時候我先去複製嘛 所以我同樣這一顆 複製過來 這顆是不是只有Y不對 X不對而已 X往後退就好 所以把它複製 所以只要MX碼 X碼 這樣就可以了 那 Y呢 也是一樣 Y要複製一下 它只要退一點就可以 那 Y應該也是最大 所以對齊軸心的最大的Y 對吧 好 那再來 四顆 也是跟剛剛一樣 我都複製上來 但是我不能急著對 因為這四顆軸心是都在上面 所以這四顆選起來 AVT PIVOT ONLY 你不需要一個一個對 因為我沒有把四個全部對在一起 我只要四個各自往下就好 各自往下到最下面嘛 所以AVT PIVOT ONLY 對齊 對齊隨便一顆都行 然後我跟他講 我只要對Z軸 然後你都只要到自己的最下面 最小嘛 然後Z軸 是不是全部往下 往下 對吧 套用OK 滾起來 是軸心全部改完了 軸心改完 是再把它放下來就好 所以我選四顆 對齊 BOX 一樣是Z軸最高 痾 最高 套用OK 那 就全部都對完了 對吧 所以我用了五個對齊 就全部都對好了 其實還蠻快的 來 試一下